這顆是Gregory的 Zulu 35 VULU 35公升的背包 那他這個系列的他有 30 35 40 55 65 有這五個級距 以我來說的話我的背包 就是 30公升左右 60到70公升左右 這兩個級距 我認為這兩個級距的包 就可以往下往上都可以卡住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外觀 這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背包 他兩側 有收納袋 可以放大小可以放1公升的水扶 然後兩側都有背包的壓縮帶 那當然 放增山帳的他這邊是有分一個 小環一個大環 小環就是放增山帳 大環就是放B幅 那上面有一個固定的 然後 然後 前面有一個Shop B Parking 就是 有時候可以塞一些 像現在天氣冷 如果沒下雨就可以塞一些 可能是 中層1行進間要休息的時候 要拿的話 就很方便 那如果說有下雨的話呢 就可以改放 改放1 好我先把這個背包這樣拿下來 可以把這個拿下來 冰補的方法就是先從餅插進去 到了頭這邊再轉折上來 再固定住 這樣子就可以來放冰 好 然後 頂帶 那有一個很大的口袋 可以放 足夠放很多可能有時候緊急需要的 擠救包 地圖 紙北針 備用的眼鏡 頭燈 空間很大 再放一些行動樑 搓搓油 然後到背面的話 背部系統 它是有做 它這個叫做 Crossflow的 它的背部系統 那就是 它就是會有網架 這種 設計其實蠻多的 然後呢 背包它是有一點 弧度的 也就是說呢 主帶裡面的空間 會有稍微被擠壓到 它的35公升是指 所有的收納的空間 側帶 前面 頂帶 腰帶 腰帶 腰帶上面的口袋 整個加起來是35公升 這樣子的設計 它可以讓我們背的時候呢 這邊是不會貼到背的 這邊會通風 有透氣 背部臨 背部汗濕了 就不會被 背包貼著 黏在 肌膚上面 會比較舒適 好 它的 腰帶這邊 很舒服的泡棉 很大的 兩邊有很大的口袋 那一邊是網狀 一邊是有防溝水 OK 好 那 這個 頂帶裡面 還有一個 空間 然後有一個 扣鑰匙的 然後也一樣 裡面有水袋倉 吸管可以從這邊出來 然後可以掛在這邊 從這邊通過 就可以被固定住 好 那 主帶打開來就是一個空間 就很單純 很 可以中規通局的背包 然後就是背部汗濕頭 是強調透氣 然後重量 35公升 大概1.4公斤 OK 不會太重 但是也不算是 特別輕量的背包 以入門的 剛開始爬戰的人來說 那 我覺得 是一個很 很適合的背包 尤其是打開一下 更多 可以 就是 每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